謝謝主席 我請一下部長 請您部長 部長 委員好 辛苦了齁 就在此外 然後今天到立法院來備詢 其實兩年前的普悠瑪發生事情齁 死亡18人 到今天4月2號 泰魯閣號出事情 我是覺得 給西部給南部的人 我們真的感觸很深 你知道嗎 就像我兩年前普悠瑪發生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擔心 因為其實我們每次來台北都是坐高鐵 那後來有幾次跟朋友在聊的時候 他說現在很麻煩 我生了小孩子之後一個孫子 我要去坐 當我生兩個孫子的時候 我不曉得怎麼回 你知道我住潮州 怎麼回潮州 小孩子開車說兩個寶貝 去坐在後面 那大人兩個夫妻都坐前面 怎麼辦 小孩子哭鬧怎麼辦 他們後來想出一個最好的辦法 就是做普悠瑪 直接從台北回到潮州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真的可行 所以我也曾經試著做普悠瑪 然後直接到台北 或者是從台北回到潮州 因為如果沒有特殊行程 就直接回潮州 四個小時 當我沒有買到快車 買到慢車的時候 普悠瑪其實是最理想 尤其帶小孩子帶幼兒的 可是現在呢 就是從兩年前 又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當然有些是意外 有些是人為因素等等的 但是總是讓人覺得 快速鐵路這一塊 對鐵路局不信任 所以我是覺得 軌道安全這一塊 我希望交通部一定要強化 其實不是只有鐵路局而已 高鐵完成之後 影響了整個航空界 台灣的話幾乎都停擺了 但是鐵路還是可以發展的空間 但它問題在哪裡 你們剛剛幾位委員都提到總檢討 但是總檢討裡面呢 都是普悠瑪 他說針對普悠瑪 沒有真的為鐵路局整個把脈 我相信要檢討的很多 像公路總局來講 各個鄉鎮的交通 你就委外了嘛 客運公司或補天理 你就去跑啊 可是鐵路沒有辦法 其實不是沒有辦法 你剛剛也講 像北捷啦 或者是中華電信的委外OT 剛剛賴委員講的 其實我也想過說應該也可以 如果要公司化或者是要OT 其實OT也是一種方式 其實就是要給一個安全的信賴度 那如果還沒有做到這一塊的時候 我是希望 交通部這裡呢 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 你在整個報告當中 有一直在提到說 或許公司化之後 可能會改變鐵路局的體質 但是呢我個人覺得 其實我們有很多鐵路局的朋友 鐵路局的朋友說 國營事業單位當中啊 薪資最低工作最辛苦危險度最高的 就是鐵路局 可是沒有人重視啊 因為這是整個交通運輸的關係 總是還是一個公家單位 但實際上呢 人數越來 我不曉得 那個局長 那個副局長 代理局長 現在鐵路局總人數 到底有多少人 應該一萬五 有啦 又補回來兩千多人 正式的編制 編制內已經將近快到一萬七千人 快到一萬七千 那整個呢 薪資結構是不是比 其他國營事業單位還差 相較私下是 續薪還有 續薪跟續職位 都有比較 都比較差 所以 我補充一下好 因為他是職位職 其實他經驗越久 其實他的薪資 是比一般公務機關 但是他的工作很辛苦 我跟你講 他那個結構不一樣 不是說都低啦 他有天比較高 為什麼連局長 那個你報了幾支行政院 是局長人選 你們兩個瞧不好呢 還是因為總統因素 我其實很想知道 是不是沒有人願意當啊 確實說這個 要找到 我們是我們 我們理想的人不一定他願意啦 對 但是 不是說沒有人 就是當然 我們希望組織一個 最好的團隊 因為在鐵路局的 那個內部的組織文化裡面 很多人是最好 他所有單位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你們這裡的 鐵路法第五十六條之一 就說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之 土木建築設施 軌道設施 保安及房屋設備 電信設施 電力設施 車站設備之修建 養父及鐵路文化資產之維護 喔 一個鐵路 鐵路的員工 鐵路局的員工 欸 他的 他的法裡面就規定這麼多 所以呢 很多人是工作危險 然後呢 很多老闆啦 所以呢 體制上不是公司化而已 而是整個內部的文化要改 那很多人說 到最後是 我不要生不要緊啦 我就安頓好就好了 我不要升官 為什麼 升了之後我責任更大 那代表裡面整個螺絲都鬆散的嘛 但是我想只要反映在新資結構 跟剛剛委員講的齁 他們的權益的保障齁齁 是可以改變的 而且喔 你說一萬七千多 我密聽起來很多 但實際上 我們所知道的是 內部的那個氛圍啊 就是員工的那種向心 可能弱化了 在國營事業單位當中 相較之下 另外是 很多我知道有 那個什麼 鐵道巡 那個巡視員啊 到班巡視員這些 都是委外的嘛 工程很多外包 那個外包 很多鐵道巡視員也是委外 到班的也是委外對不對 都是考試進去的嗎 我們有些工程是委外 工程是委外 但到班巡視員呢 設計兼照 到班巡視員 主要都是我們自己的人 都是自己人嗎 喔 因為我們聽到就很多 他們來講了 就覺得說 一直都是 沒有很認真來的那個崗位 然後呢 升遷上 我也得不到多你的兩三千塊 但是責任 當然很大 所以呢 我是覺得 這個組織當中 我是覺得 重新要改造 改造不是人員 那個組織改造而已 不是公司化而已 是人員要重新建立新興 就像部長你所講的 其實它最後是 預算要挹注很多 政府要不要重視鐵路局 最重要 不然的話 我們真的很希望 未來 我們找 那個高鐵 那個 那個 開不到的地方 我們至少有快速鐵路啊 可是快速鐵路 安全性上 要質疑的時候 我們真的找不出 一條可以回家的路 另外我要補充 尋答的就是 拜託部長 你們的緊急電話 是不是要好好的宣傳一下 你們如果萬一看到鐵路 有什麼緊急事件發生 要打電話說要打幾號啊 在社會上 在電視媒體當中 我們沒有人知道耶 幾號你知道嗎 那個 副局長 你看那內部的部長都不曉得 不是 因為每一個區域都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你們為了要建構一個緊急電話系統嘛 對不對 萬一發現什麼事情的時候 單一的話有吧 那現在是分區啦 都有通告的電話 那你的0800800333是什麼啊 那是一個服務電話啦 服務電話而已嘛 服務電話不能做一個緊急聯絡系統嗎 這個就要把它建構起來啊 還有這今天幾位委員提到 那邊坡政策系統對不對 高鐵也有 那個捷運系統都有 為什麼鐵路局沒有 今天看到是大的車禍 但是呢 很多平交道的預警系統 也沒有失去公認的情況之下 也很多小地方都發生平交道的車禍嘛 那這些來講 整個邊坡的預警系統 包括沿線的那個預警系統都要建構起來 我是覺得鐵路運輸是大量運輸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運輸工具 尤其像我們來講 如果都到東岸 東岸的話 最好的最快的就是鐵路系統 但是你如果不把它建構的一個軌道安全的話 讓 威脅到我們生命安全的話 對政府的信賴度不足 對鐵路局的信賴度不足 最重要是對我們 覺得我們像二等公民一樣 我要回橫村也很困難 要回東部台東花蓮也很困難 我想一樣都是人民 但是呢我們就沒有 找不到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 希望鐵道局 因為這件事情 鐵路局 因為這些事情 好好的深思檢討 好不好 我相信部長有人選 院長可能 人選有沒有衝突不知道 但是真正的人選 或許他們不願意當這個責任 因為我們聽到很多聲音 就是我不要當局長 我當副的就好 或者是在地方上各段的話也是一樣 我不要升官 我寧願安分守己的 在自己的崗位上就好了 因為升官要擔很大的責任 這是鐵路局的一個很 很奇怪的文化了 大家都想往上爬 但是鐵路局反而是相反的 我穩定就好了 我不想擔那麼大的責任 這代表內部的結構風險很大 好不好 希望鐵路局好好檢討 交通部好好檢討 謝謝 給我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謝謝 好 謝謝廖婉如